说了八百遍 我没责任 他抢了银行 我跟他追过来 我根本没碰到他 我碰没碰 你说了没有 得用证据说话 你追他 是不是逆行 不是 他先逆行的 他抢了银行 叫你们公司领导过来 我们公司领导手机关机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他关机 我告诉你 那人要是跟那车一样 你们就贪上大事 知道吗 什么情况这是 人死了没 人死了 刚好就来到医院去了 好 明白了 我现在就带他回去 孙元宾 跟我回趟交通队 我没 我没撞他 他自己摔的 那也得跟我回去一趟 走吧 快点 走吧 走啊 局长 老刘 张益 情况怎么样 情况怎么样 没什么情况 局长 这伙人可能还没有跑 师傅 从报案到现在 从我的监控路上上看 只发现了这一点 其他的还没收紧 从回避监控这点上看 就是老手干的 张益 到 到凯子 把那个追摩托车的人带回来 行吧 你看这样行吗 行了 天叔 谢谢啊 客气 你忙去吧 天叔 我送你吧 不用 自己能走 那我不管你了 走了 走了 好嘞 再见 天叔 师哥 是 我认识他 好嘞 我现在过去 局长 喂 你说的对 是一些老手干 根据现场的情况 这帮家伙有可能做了互聪 计划的非常周满 银行的监控 被盖住 银行橱窗的玻璃 是刚换的 而且不是防暴 银行门前 有一辆面包车 突然失火 他们是从员工的通道进去 如果员工密码锁案件上 有擦痕 那就证明 他们知道密码 就是说有内容 大概是 两天前 有一个保安突然辞职了 银行的损失盘点 还没有最后出来 但是行长一说 估计有二百多万 张晏 这儿呢 焦总组 这儿 数额巨大的恶性案件啊 这伙嫌疑人作案之后 并没有选择向市区外逃窗 反而向市区内逃窗 我分析原因有两个 第一 躲避监控 这个区域监控不过周密 第二 他们有其他的手段 比如换车之后逃窜 比如就地藏匿 如果是就地隐匿 他们得有相当的刺激 只要没跑出去就好了 我向市区汇报 卡字范围扩大 把口袋扎紧 这儿呢 老刘啊 你看 会什么时候开 大概半小时之后吧 半小时以后 情况大概差不多了 那好 半小时以后开会 是 张晏 作案的现场 要留两个人在哪 明白 提防犯罪分子 回到现场查看 行啊你 张能呢 这不是跟师父同学的吗 刚才医院来电话 说那个秦莫多数的人 没有抢救过来 咱们的线索又断了一条 查 叫什么 哪儿的人 是 行警队的 照尸者呢 人被交通队带走了 那李凯 师哥 人被交通队带走了 我知道了 怎么样 人被交通队带走了 李凯 去交通队 把人给我带回来 这是重要的证人 半小时之内我要判斥证词 好 刚才是说到哪了 死者身上没有身份证 已经派人去医院拍照 做了复原图之后 在大案库里查 如果这个人没死 不管他们筹划得有多周密 藏得有多深 也许这个案子就破了 可惜呀 张一 告诉咱们的人和医院 就说那个骑摩托车的人没有死 在观察室里观察的 医院的病房门口要上双岗 您的意思是 他的同伙会去医院 区长 掐子上没有异常 开会 先请刘队给大家介绍一下案情 根据我们对现场的初步勘查 银行的抢劫案发生在上午9点05分 从银行正门这辆燃烧的面包车开始 情况是这样的 车内存放的汽油燃烧 我们经过反复勘查 发现了没有烧进的塑料桶 引燃的方式比较原始 我们还发现了一截未燃进的箱 箱的底部有火柴 而且完全有可能是火柴引着了汽油 汽车燃烧之后 银行的保安迅速的冲了出去 银行的后门有一道员工的通道 那有一扇门 这是一扇能够自动关闭的门 单单 说说密码锁的情况 其实锁并没有被破坏 但是在案件的指纹有明显的擦痕 也就是说犯罪人员是戴着手套进行犯罪的 而这擦痕也有非常明显的锦字纹的系录 现在这个季节没有人带着手套 他们能按开始的计划 说明犯罪嫌疑人提前知道了 李凯 说说你调查的情况 根据这个追赶摩托车的司机反映 他一共看到过四辆摩托车 也就是说这四辆摩托车停进了员工的停车场 他们戴着手套 按开了这密码 这第一道防线就被打开了 他们能逃走 靠的就是这个武器 他们分工明确 两个人拿着枪 坚持 两个人装钱 之所以拿着一把大锤 是因为银行橱窗两天前换了玻璃 而且不是防爆 银行之所以没有及时的报警 是因为银行的监控人员此时也去救火 此时他们把监控录像套住 已经没有任何应用 窗台上的碎玻璃 他们敢按 说明他们戴的是防刺手套 单单说的密码案件上的警字文 验证了这一点 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 报警中心接到了银行的报警信号 时间是上午9点08分 银行经理的行为缩短了犯罪时间 这木蝎子上有几样的痕迹 这样就可以断定了 这四个罪犯是从员工通道跑向停车场 然后发动摩托车逃走的 一共是四辆摩托车 其中有三辆 从银行后面的胡同逃走了 我们走访了那条胡同的住户 具体的案发时间不确定 但是根据在场的大爷大妈反应 基本上就是这个时段 据目击者说 有两个人身上背着包 根据这个司机孙延宾反应 他一共追过四个开摩托车的人 不是 是 是 的 不是 是 是 还是 是 啊 这个司机没有经验 如果有经验的话 他应该紧盯着这个背包的人追 同时给我们打电话 通知我们指挥中心进行堵截 那也许这案子也就破了 李凯 你是第一个到现场的 你说说吧 李凯 你今天不是休息吗 怎么那么快啊 他在咖啡馆和人相亲呢 害什么事啊 说说情况 是这样子的 昨天我妈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然后约的是一个咖啡厅 我这一到咖啡厅 我跟那个姑娘一坐下 突然之间蹦一声 一辆摩托车飞着 这个人已经死了 我们对外说他已经抢救过来了 寄希望于他的同伙们能够有所行动 最终的节点 就在这里 都听见了啊 这是纪律 谁要是说出去 就处分谁 犯罪分子 在这里分手 张义 在这段时间 掉看了周边的监控录像 没有发现新的线索 不排除犯罪分子 在这里换车 或者是藏匿的客人 我们已经派人过去了 说话了 嗯 局里已经加大了各个卡点的检查力度 他们跑不出去 所以从现在开始 大家要全力以赴 从现在